從棒球員 教練 球瓶 甚至轉戰飛鏢協會當理事長 老邦馮盛賢持續為體壇出力 從2004年發起的早產人工藝高球賽 更是沒有間斷 而且有別於前兩年都在高雄 今年首度遺失台北舉辦 行程規劃有多豐富呢 聽聽老邦怎麼說 不只是只有棒球的球星 也有高球的球星 那重要還是有在邀請網球的球星 包括盧彥鑫現在也想要在邀請他當中 第四個我還有 最近我是推廣飛鏢 所以我也結合了飛鏢機來做一些公益 所以在這個活動裡面 他是一個多元化的 為社會服務來做努力 因為我們都在臺北工作上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下去 所以我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上來臺北辦 臺北辦的話 我們的時間上就比較允許 而且可以找很多朋友一起去 對 但是因為時間還有兩個月 那很多朋友都還不曉得 所以就希望能夠有這個訊息 告訴大家 趕快來報名 竹樂吉利邀請各界球星 今年義賣品的活動也值得期待 身為本屆第二位報名的球友李先生 公司擺放過去兩年在義賣會上買的球星商品 簽名球 球衣 球鞋等等 累積金額至少七位數起跳 不為別的 就是想為早產人盡一份力 我們現在的大環境也不是說那麼好 那很多的 社會上有很多負面新聞 那我想說 其實能做一些公益 或做一些實驗 其實自己也開心 那我覺得對整個社會來講 應該都是一個滿正面的一個幫助 體貪新其力 讓生命更棒 2016招場人公益高球賽 9月5號將在北海球場開打 冯盛賢希望藉由他終身志工的力量 號召更多運動員 企業人士 以及藝人朋友們共享盛舉 一起為早產人加油 本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